9月中旬 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迎来了凉爽的金秋 可是在大熊猫的故乡四川 每天的最高气温却能达到40度 江帅和我向基地领导提出申请 我们要去雅安避风侠基地的繁殖场 因为那里有我们一个月来的牵挂 那我带你们去看看小小子 我今天满月 今天12号 你好 春花 嗨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你好 它是这儿繁殖场这个角度的组长 那我交给你了 好的 小小在那边 叫你姐 小小月来的时候 然后再用手它 然后就是在生的时候 然后我也要见 很好 你们又见面了 好亲切 乔乔这只大熊猫 在江帅和我的心中 有着很特殊的位置 我俩到四川的第一天 就是帮乔乔接生 当妈妈这么容易 我一直在舔 一直在舔 乔乔的这对双胞胎 是我对大熊猫 最初的记忆和认知 我一直在舔 就是他 在舔胎 是 我一直在舔 是 我一直在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在大熊猫妈妈身边更好的发育 我们要定期地把两只幼崽进行交换 一般是每五天一换 江帅和我到的这一天 正好是乔乔的双胞胎宝宝满月 基地也要开始新一轮的幻崽 我来那个什么 刚才在上面看到乔乔的那个崽 然后现在来看另外一只 那乔乔 帮他们缓衣服吗 你进去跟他一样 还是得消毒 换隔离服 这个是乔乔载是吗 这个是大载还是二载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 现在我们准备给他做一些基本的体况检测 好 头长 808 太可爱了 它有27.6厘米 27.6 因为他今天满月 然后等一下就是他姐姐要被送下来 然后好像要换一下 然后要把他们俩放在一起 好吧 那我们就让他好好睡觉 然后等一下他姐姐 开玩笑 这个猫妈抱得特别紧 就是刚要拿出来 让她那只手都假紧了 这边我很期待 挺凶的样子 来了吗 来了吗 这个 好了 我刚才在上面看到 她妈妈在给她辅助排便 那这边怎么做这件事情 我们用这个棉桥 去蘸 对 然后吃下她的肛门 模仿母亲 她在我们擦拭过程中 她会自己排出她的大便和尿 在妈妈那儿的妈妈就直接给 舔尸了 用舌头舔尸了 然后吃下 美大的母亲 来了 两家见面了 哎呀 我再等她们稳定一下 姐姐是这两天才是带的吗 我觉得颜色要深一点 她因为在母亲那里 母亲会用她的舌头给她舔尸 有时候她会在地上 爬一爬是吧 等她们四个多月之后 她们会走路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把她们两只都 还给她母亲 嗯 然后到时候她们就一家团圈 哎呀你看 弟弟的姿势 嗯 她们在本能地靠在一起的感觉 有没有 就彼此越来越靠近 你看看看 真的 真的 真的啊 就本能地要去靠近 往一块靠 对 往一块再凑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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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先给她盖起来是吧 嗯 嗯 我要送回去 我要送回去 调教宝宝 大美妞 啊 小朋友 打扰你睡觉了 老婆你看 老婆你看 完了 完了 妈妈有点着急了 好了 好了 小姐马上开门 去了 去了 小姐好棒啊 老公 wie 他 他是 interfев 我不能去看看轩炫吗 哈哈 可以 可以在车目外面看看吧 对 可以 在雅安 除了乔乔 江帅和我的心里 还有另外一只熊猫 它叫翠翠 说实话 离开雅安的这段时间 一直非常惦记它 因为翠翠宰生的时候 我也守了一夜 但是我守的时候 翠翠没生 我走了好多天之后 翠翠才生的 看着我 基地的饲养员告诉我 翠翠是今年生产 时间最长的一只熊猫 为了记录下 它生产的珍贵时刻 我们的摄像师 在俊社 对手了将近六十个小时 其实正在啃竹子的翠翠 并不是在近视 而是在通过撕咬竹子 来分散自己产权的 焦躁情绪 因为它是出产 这个猫的行为 也比较少一些 但它田外营的行为 比较少 这方面的促进作用 主动作用 就要弱一些 脆脆它也是 它有助朝行为 就自己助一个朝 咱就没离开那个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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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权的一些行为 或者一些表现 还是有些不同 田的次数很少 羊水很少 我们都蹲在这个旁边看 都看不出来什么 脆脆体力消耗十分严重 饲养员进眷舍 给脆脆喂了一次 葡萄糖水 幸福相伴人生赢家 感谢中国人寿 幸福赢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国人寿相知多年 值得托付 小手打 过头打 在我们中心 可能是对纪录的 最大的一个 按道理的时候 身出来体重大一点的话 它的存活率 可能就更高一些 为了保证刚出生的小仔健康 自养员们要把小仔 暂时从翠翠身边 取出送往御幼室 进行各项指标检查 看到翠翠和孩子这么健康 看到翠翠和孩子这么健康 我们真的由衷 我们真的由衷开心 希望每一只大熊猫 都能这样 一直幸福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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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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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满一岁的大熊猫宝宝会离开妈妈 到幼儿园里过集体生活 闹闹 闪电 猴哥 小乖 四肢大熊猫宝宝已经到了 该上幼儿园的年龄了 他们对幼儿园有怎样的憧憬呢 世界这么大 我要去幼儿园看看 上幼儿园有好多小朋友一起玩 好开心啊 上幼儿园有好多小朋友在玩 这可是我们都是宝宝的福利啊 妈妈 我不是上幼儿园 看来对于上幼儿园还真是有熊欢喜 有熊愁 就在几天前 已经有另外六只年满一岁的大熊猫宝宝 到幼儿园报到啦 井心大仔是一只懒得不能再懒的大熊猫宝宝 能躺着 绝不坐着 经常躺在外卷的木架子上睡觉 谁来了都不理 井心二仔 胆小如鼠 方圆五米之内都不能有其他大熊猫宝宝存在 躲在木架子底下是它的常态 你问我爱你哪一点 我爱你离我远一点 珍珍大仔特别爱惹事 看谁都不顺眼 到处找别的大熊猫宝宝的麻烦 它可是个十足的惹祸精 山是我开的 树是我债的 就给我让开 让开 珍珍二仔非常漂亮 特别黏人 尤其是喜欢帅哥 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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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仔 脚踩一朵祥云 生如红中 每天的日常就是欺负外来的妹妹冰冰 真是蛮横的小公主啊 姐不是公主 姐是女王 冰冰是整个幼儿园里最瘦小的一只大熊猫宝宝 身是坎坷 经常受到姐姐飞仔的欺负 是典型的熊猫中的灰姑娘 我要妈妈 小女孩 为了让自己的大熊猫宝宝 能够尽快地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我们四组实习饲养员 决定提前到大熊猫幼儿园里去学习和观察一下 也为自己的宝宝 探探路 哈喽 老师 您好 他是王明磊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饲养员 九年工作经验 经常和大熊猫幼崽打交道 是大熊猫繁殖和育幼方面的专家 我们是熊猫的实习饲养员 我们的熊猫马上就要进幼儿园了 我们想实习一下这个幼儿园老师的工作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 我们这幼儿园那个事情比较重 没有问题 我们其实都养过一阵熊猫了 我们都通过杨海迪教官的测试了 但是任务真的很重 自从王明磊十天前来到幼儿园工作 负责喂养六只大熊猫宝宝 他每天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副惊心动魄的景象 他们已经是创造性了 我们这优养的经验 他们都会自身为自身者 聊天快乐 如果还记得了 做得多种小鸟 吃整个小鸟 这六只大熊猫幼崽 彼此都没有见过面 而它们在相遇的短短十天里 就快要把这的房顶都掀翻了 这是我的地盘 我们都走开 这也是我的地盘 你怎么敢挑战我的车位 抢个超市您的地盘 下市宝宝了 我可以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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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太胖了 你看都卡住了 一公圈吃饭了 喝喝多了 别跑这么快呀 小胖子 说好了 不跑就放弃了 都是好的 过来救你 等我啊 不怕你病病 是明白 这种 混乱的场面 只是神树瓶幼儿园 这六只小恶魔 每天最基本的日常活动 这样坚决的工作 我们的四组实习饲养员 能胜任吗 这我们任务比较多 比较重 你们现在几个人 八个人 我们这有六只小猫 然后你们就分两组 一组和那个小猫互动 另外两个人 然后去对来 是做那个盆盆奶吗 对 然后你们自己分下组 我给我爷爷报个名吧 因为我觉得爷爷年纪大了 再到里面跑来跑去的 很累的 让我爷爷去对奶 对 然后我给我媳妇报个名呗 媳妇那么弱是吧 就是老弱病残组合呗 好 就这么成立了 那爷爷 你一会儿跟月月两个人 就去给那十二只熊猫对个奶 十二只 拿你来十二只 哪有十二只 六只 对对对 六个对 六个熊猫 那走走走走 爷爷你赶不过来 你赶快撐扶是吧 爷爷我们老弱组 已经组合成功了 爷爷你可能要撐河汤 爷爷走了 走 爷爷 走 爷爷快走 爷爷要帅罐 爷要帅罐 好 我的位 我的位就在这了 待会儿注意安全 好吧 好 这个猫比比较强看一点 嗯 我们现在就去选你们自己觉得有缘分的猫 好 行动 那就 开始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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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过来 哈喽 这个猫比较有凶一点 对 都这么轻松 对 看见没有 还是得跟我玩吗 注意点安全 来 追我 他选择了我 我也选择了他 那注意什么天堂地球 对 哈哈 这个猫叫 真真了 因为现在还没取名字 啊 真真 对 这只猫比较年人 嗯 性格还比较关系 那还挺适合我的 你这给我呀 这给我吃铁呀 王老师 我有个问题问 你说 这只猫叫什么 这只猫叫 真真 大仔 真真 因为他现在还有名字 我们叫是 称呼他的母亲 他母亲叫真真 哦 那他性格怎么样的呀 你看吧 比较强悍 然后比较爱的是非 那他凶吗 凶 凶啊 对 真真老大 长得像一只小老虎 性格也特别虎 是个典型的惹祸精 他能为了学爬术 摔上百次跟头 也能为了去招惹别的大熊猫宝宝 绕幼儿园十几圈 可不好对付啊 我有一点害怕怎么办呀 要不你这个吧 你可以找个男孩子 换一个心情 比较温柔一点的 猫换一下 因为你这个控制不了 我去试一下 嘿 真棒 我觉得这小娇猫还是挺有性格的 你是要睡在那儿的吗 帅哥 嘿 我有个事想和你商量 啥情况 我的猫猫特别凶 我们能不能换一只呢 换一只啊 我刚刚认得他 小男孩 他也是男孩 但是说他特别能惹是非 就特别厉害 是吗 嗯 能换吗 谢谢帅哥 没事 那咱说要换的是哪个呀 我去试一下 男后官那你先陪几星待会儿 我去看一那边去 我觉得他好像要大一些似的 是的 听说你胸把别人都给吓跑了 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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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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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他这儿的六只猫 有的是四百 有的是五百 哦 不一样 哦 对 这就跟我下舅本了 好主意 下舅本 下舅本 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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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事 对 我跟爷爷我们两个 就是想知道 这不是六只猫 它有的是四百 有的是五百 那 多少个是吃四百 多少个是吃五百 我只吃五百 五只是四百 一只五百 好香 好 好 走吧 爷爷记住 你拿的是五百 的 哦 五百 对 为什么有一盆奶的量 和其他的不一样呢 这盆奶到底是给哪只大熊猫宝宝喝的呢 爷爷脚下慢点啊 快点快点 来了 开饭了 嗯 这两个是四百的 曹阳的注意点 你的猫是五百的 五百的 对 原来这份量最足的奶 是给曹阳照顾的冰冰喝的 可冰冰为什么喝的奶 比其他的大熊猫宝宝要多呢 喝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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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干嘛 前滚翻呀 前滚翻 这个来 来来来 这里不滚了 我们不滚了 不滚了 哈哈 这里 看着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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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管 我们让他们在一起喝懒 是为了让他们互相有个交流 因为他们是刚刚在合在一起的 之前互相也没见过彼此 所以说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警惕性 或者那个戒备性会小一点 进入幼儿园就相当于过上了集体生活 在集体生活当中 大熊猫宝宝要学会如何跟其他的宝宝和谐生活在一起 也是即将进入幼儿园的那四只小猫将要面临的挑战 我们今天上午就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对 我们吃了 到此为止是吧 对 我们先去吃吧 谢谢教官 谢谢 这是冰冰吧 和冰冰玩 对 冰冰怎么还跟他玩 都回去了 是啊 这给他更多的爱 为什么要给他更多的爱呢 他是养母带大的 他要跟着自己的亲生母亲 养母啊 对 那他的亲妈妈是谁 姚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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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姚曼也没一个妈妈 对 可亲亲是双胞胎 那为什么不把他跟哥哥再放一起 姚曼带不了两个 菲菲的穷姆的性格 武性比较强一点 所以让菲菲来带 那个菲菲有时候也没跟他奶喝 他在为自己的孩子的奶的时候 冰冰去吃 就不让吃 就一脚 对 就把它弄开 刚才他们在圈里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菲菲仔就踩着在身上 对对对 还给他好 所以就跟那个家里面那种后妈养的孩子是一样的 对啊 我们家冰冰那么可怜呀 由于冰冰的亲生妈妈杨曼 没有能力带两只幼崽 所以冰冰刚生下来 就和亲生妈妈 还有双胞胎哥哥分开了 她从小就被养在了养母菲菲的身边 养母菲菲可能知道冰冰 不是她亲生的孩子 会把冰冰和自己亲生的孩子 菲仔 因为看到母亲对冰冰的区别 菲仔也经常会欺负瘦小的冰冰 冰冰是王明磊从小带大的 有着特殊的感情 为了让冰冰能够补充一些营养 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王明磊给冰冰的盆盆奶 会比其他的大熊猫宝宝要多 也会每天都多花一点时间 去和冰冰玩 想弥补冰冰从小缺失的那份亲人的关爱 所以刚才你和爷爷给调奶 都给他调的是500克 对 我刚刚正想问你们 你们应该是细心都知道 冰冰的奶量和其他猫的奶量不同 对 因为我对她还是比较有感情的 我自己给她取的名字叫长跑冠军 为什么 因为我经常留着她跑一圈 她体力感觉也挺好的 还没离开她的养母时候 感觉她的体型和学习能力 这学习的东西就比较欠缺 想想思想员就会去给她多接触 然后平时就和她打打闹闹 这种玩耍 也让她去尝试攀爬这些学习能力 让人去干预她 那你看曼月梅都已经八十多鸡了 那么重 你们和那个清清比较熟 我们上次去竹香宴有看过 咱一下知道吧 那想一想 我都还没有看见过清清 我是想对比一下清清和冰冰 然后也让冰冰去看一下 看一下 从幼儿园出来 曹阳和王明飞的心情有些沉重 他们没有想到大熊猫冰冰 真是如此可怜 二人决定向基地领导 反映冰冰的情况 希望冰冰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都还没有想到 嗯 真是 了 对 有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这上来 上来 32.3 328 娜娜今天好棒啊 考官咱们就先开始了 其实这时开始了 有点歪 我想吃东西 不凉了 不凉了 老公你再试一下 试一下 您请她娘去 今天娘一架 我想躺着吃 你要吃点带也可以 哎呀 我的腿要伸展 体重是24.4 几乎这么好 不良 我帮你按 倒数 时间 第二项考核的是觅食系列 在这个饲料里 要在四个地方放食物 一是把食物放到看得见的地方 来 咱们现在看 第一个苹果有没有能吃到 小一鸡 吃到了 哇塞 一大早出门就好吃 二是把食物放在多处 我们第二个就是把食物分散到多处 我们到下面那个草地上放两个 打出去嘛 分散 你这放到那里面了吗 没有啊 就在这儿啊 看不见 看不见 哇哇哇 这个考官我帮你们放弃第二项 你们做第三项 教官 我觉得我们还是想再重新试一下第二项可以吗 那我再考一次了 考官叔叔 求求你了 他这样算八阶考官吗 不让我考就不用考 可以 再试一下 好嘞 不能给他看见 好嘞 一个 他在闻 他在闻 奴隶在闻呢 哎 能吗 哎哎哎哎 要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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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冷电 这里 就在前面 就在前面 漂亮 算成功 是吧 食物放着看不见的地方 聪明 聪明的你吧 是本宝宝的标签 这个你最近他买做得不错吧 感觉新人特别新 放哪里算是他看不见的 放在后边看着 这边 这边看见吗 你这份他看不见吗 想看你把熊帽带过来吧 带过来再带过去 就算他看不见 好 如果他现在回去找到了 就算他找到了 看不见的是吧 好 闪电 闪电 来了 好了 你不能引到他了 让他自己找 让他自己找 那儿 看到了 看到了 还是躺在那儿吃 你还能再拦点吗 是 是吧 食物放在竹筒里 食物放在竹筒里 感谢中国人寿 幸福赢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中国人寿 享知多年值得托付 下面我们来宣布考核的结果 我首先宣布月月和江水的成绩 他们的今天的考核的成绩是 他们的今天的考核的成绩是 他们的今天的考核的成绩是80分 第一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我们走围的测量 这个位置没有找对 有物 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在食物分散的时候没有做得太好 所以这个地方也扣20分 最后还是恭喜你们通过了 恭喜你们 项目下陈祥和他爷爷这一组 对两位学员的这个考核的情况 要关参与 我们扣了2分 然后在密集测试的第三项 那个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这项10分全部扣掉了 他们的最后得分是88分 恭喜你 我没有帮助过你 我没有帮助过你 我好好没讲 我跟你说 这个教官的帮助纯属教官话太多 他其实没干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一直在说话 你知道吗 就因为话都够了 没关系 嘴线 嘴线 这我们这个组的不足的地方就是 整个的过程 顺序 有些可能我们还是有些讲究的 最后 我们隔离的成绩的话是 下面我宣布一下冷凯冰和张南第一组的 总分是77分 走围的位置是不对的 然后体长的话 这个误差是比较大的 觅食这一块的话就是说 太照顾了 就是要让他多一些困难 我不介绍这个结果 你说一个呢 可以的 不会不认识啊 求老市 Solutions 你对我们太严格了 下次就换一个 换一个 他这个能说的好吧 换我们一下 换我们一下 幸福 幸福 下面我宣布 通过大家的努力 考核的成绩全部合格 所有宝宝都可以入幼儿园 祝贺大家 有考核了 妈妈 妈妈 真棒 我更棒呀 你要不是介好我哥太平了 我能得更高分呢 既然命运安排我去幼儿园 就只好去了 Oh no 逃离幼儿园的计划失败了 入园考核虽然结束了 但是王明磊斯养员 想让冰冰和哥哥见面的 这个愿望会实现吗 就在三天前 都江燕基地的领导 针对冰冰和哥哥蔓月梅的情况 开了一次专门的 禁忌协调会 在会上 杨海迪饲养员 反映了一个 期待解决的问题 这会给冰冰的命运 带来改变吗 你现在说那个情况要满 感觉有些观察也还是情况 你给什么说一下呢 就是因为以前目标就是 保持那个 药蛮的迷入量 然后采取试验管理局的 也就是加到那个 尽量的偷放量 还有注射的那个偷放量 然后体重的话 就是从最初的1106 现在已经涨到137 体重案是数据中 严重的特别 然后这几天 特别就是从那个25号 开始就是发现那个 药盘是个入口 特别是上边的面团 28号的时候 那个情况非常严重 就是看到就是有些红重 还有有些轻微的发现 然后青青这边 我感觉就是一直在药 还是吃奶狗帚 不管药蛮是在吃猪食 还是在睡觉 他一直不去看 我感觉这个可能 那个民族的食量 可能也不是很好 而且还有我们的意思 那个青青 经常睡觉 那个默默想吃奶 而且药蛮 有时候一看到人 有点抗天 那个压师 什么东西呢 有时候要在那边发挥 切直到这张钱 秋迟的话 吃钱就是张两颗 就是这个 必须从您的事 稍微少满点那个 然后还有就是 其他菜式的行为 反正就是回避线 同期比 比如困了孩子 有点满 每次脱里之中 反正要满 抢到钱包吃完 比如轻轻想吃点 他就给 有时候我看到就是 有两次轻轻就是 抢两个 抢两个边面 知道吗 让你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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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 这个乳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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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边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是跟到小门走 还是跟到大门走 你肯定是跟到小门走 因为你比较熟悉 我这么久了 肯定要来个 但还有第二个问题 比较重要 我觉得光是请你一步的话 这个我们应该还会增加一个毛 因为我们一般的经验 就是一岁多段来毛的话 是两个比较两个以上的 和我们一起时间管理 给她的生长发育 给你健康是非常好处的 等到三个人之高 我们考虑一下同龄 你看也不太合适的 对啊 我从根章级列了解到 她那个双胞胎妹妹 就是现在有肺肺带样 那个类子冰冰 现在生长发育也比较烦满 反正她也就是到了短短来的点 你看她也适合可以考虑 当那个冰冰 这个不错 她今天准备活到一起 应该出来 应该活到一起 她们本来就同龄一起 更好 这样子可能更好 因为现在说对她们两个 生长发育啊 新年 我新年可能会更好一些 新年 那这个事情就你负责吧 你负责跟到那边 发来个毛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好几段来 同事上 我们这些时间 然后那边也好配合 嗯 冰冰和金金 即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王明磊长久以来的愿望 终于要实现了 所有人都期待着 两兄妹的初次见面 而曹阳和王明飞 决定给王明磊 一颗惊喜 去找冰冰 去找王教官 王教官 你好 我是王明飞 你好 我们那天见过 是啊 然后我有个惊喜给你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 你一直跟我说 你想要去看 去看毛眼磊吗 嗯 对 正好我们下午要去 那个布奖业 我们去看看她的 现在走嘛 你现在走啊 走 行 你想象中的曼媛 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 其实我也没有 没有太多具象 我想 但是你总说 她能达到那么重 我还是比较惊讶的 对啊 可碰了 对 挺惊讶 然后我说 反正心里面还是觉得 有一点 毕竟彬彬太小了 对啊 彬彬感觉 对啊 缺少那种母爱那种感觉 我最好 就像我这样子 有些人 我吃了 都把天儿 这一股 我现在猫也没看见 我也不知道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师兄 黄河园教官王明磊 他是冰冰的饲养员 这是曼月梅的饲养员 就是杨教官不在的时候 就是我师兄来帮着看 所以这个卷就是曼月梅的卷 妹妹现在在哪 秦卷在外卷 你们要来看看他 好呀 我们去看看他 行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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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体型比那个冰冰大多了 有点凶 和母亲呆着的事确实不同 别咬我 秦 慢过去 慢过去 也别咬我 他现在有多重 九十二 九十二 九十二了 哇塞 你比你的妹妹重太多了 哎呀别咬我 重太多了 她妹妹现在二十九公斤 二十八 对 这个体型 这个身本 不得了 这性格和她妹妹还是蛮像的 很像吧 是 但是体型 相差太大了 之前我也没想象会他们这些会差差差差距有会有这么大 但是现在看见真的看见轻轻的我觉得冰冰真的是应该再好一些 里面想ish 准备 给你看起头 是 我 天 对 现在太累了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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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冰冰吗 这不是冰冰吗 你开不开心 我现在有一点忧伤 为什么 慢慢来 两个冒 知道他们会不会打架是吗 来 我来就行 冰冰 你感觉要抬轿 把他抬起来 冰冰 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 冰冰 快 请这 你刷一刷 冰冰 你看那个小朋友是谁 冰冰 谁 冰冰 你看这是谁 看这里是谁 来 去看 看这里是谁 来 冰冰 看这 是谁 认识吗 他今天害怕了 大哥 你可是大哥 你这跑了 跑了 我感觉还是会有什么 血缘或者基因在里面 会吧 因为之前冰冰和其他的猫在一起 就会吼叫 他们两兄妹接触了 但是都没这样 只是两个彼此陌生而已 那是你妹妹啊 叫你妹妹在那边 一直想你的 知不知道 妹妹一直想你啊 上吧 真棒 快上来 来 过来 看到了 看到了 来了 你看你 快上来 毕业 这就是 随便 没主意 银子 骂 我 我 勿计 用 已 喝 薄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就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熊生的新篇章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第一次来到幼儿园的熊猫宝宝 从此开启了探索新世界的大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其实今天我想给曹阳一个惊喜 希望这个惊喜能够给你带来一个真正的信心和鼓励 欢迎订阅明镜 别着急 老公 我跟你说之前我想先跟你的搭档说 您有点好 说两句话 完了 要打架 走 走 走 你愿意 要打架 不是 就是 我什么东西告诉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特别好 就是那个曹阳呢 他虽然年纪比你大挺多 但是他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点像个大孩子 有点固执 有点任性 谢谢你对他的包容 理解 支持 你们辛苦了 您也辛苦了 谢谢小姐 大家都辛苦了 因为曹阳他 我觉得他还挺好的 就是他挺细腻的 而且他经常说 我在家里什么什么 你少说点 怎么叫你叫他细腻的时候 注意用词 你不了解 注意错词 对 我跟曹阳其实 一直都还很陌生 然后我平常一般 都是和爷爷在一起 嫂子 那个你不在的时候 晚上都是我陪他聊天的 是吧 对 我陪他排解寂寞的 不是 了解 我已经了解过了 你完事了吗 没有呢 再看出来家里的地位了 很明显 好 你先说 你昨天晚上给我发信息说 说你都失眠 然后你真的想我了 然后我也没回你 然后我就想今天当面跟你说 我也想你吧 亲一个 太好了 再亲一个 谢谢 谢谢教官 我说一件事我爷爷刚才说 旁边的王明飞不是他老婆吗 不是 你说了没有 我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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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创大型科普济试节目 手头中进国家核心生态保护区 走出来的 这路就是走出来的 直面拥有世界及关注度的 国宝大熊猫生存状态 它很难找 生了 生了 本节目感谢以下合作媒体支持 深度战略合作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深入媒体合作 新闻网 手机客户端合作 搜狐新闻客户端 网易新闻客户端 新浪新闻客户端 新浪娱乐客户端 影视头条客户端 一点资讯客户端 贼客手机客户端 西域头条客户端 视频推广合作伙伴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麦奇艺想潮看看 参与熊猫奇缘微博互动 更多幕后发续 尽在熊猫小剧场 感谢上述媒体全程的